可是说这命不是挺好的吗 哎 这能代表什么呀 这女人幸不幸福啊 她不在这 关键是啊 这爷们儿不喜欢她 光绪皇帝啊 只对真妃一个人好 对龙玉皇后啊 像什么这个锦妃娘娘啊 都是爱搭不理的 您好 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您再次光临我的书场 咱们今天要聊的话题 也没有悬念了 怎么说呢 因为咱们上番不是说了吗 这回咱们要聊聊吧 这紫禁城那边 母子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要说说呀 这太后和皇上的关系 讲母子关系啊 咱们也是不理主题 还是啊 捡热的的来 咱们不是说的 就是轻功一案吗 很多粉丝就反映啊 说这个系列书啊 我说的有的时候啊 有前进没后进 这个呀 您得原谅我 不是有这么句话吗 说那什么肚子里呀 他装不了二两香油 哎 差不多吧 就是这意思吧 反正我呀 这精彩的东西 也留不到最后再说 通常的情况啊 就是一开场的几集 哎 就讲完了 今儿也不例外呀 就是咱那开场书啊 我就挑一个热闹的 给您讲 今儿咱们要说个什么呢 今儿咱们要说一个 这末代皇帝宣童 哎 就是溥仪啊 和这个端康皇太妃的故事 关于这末代皇帝 溥仪啊 咱们不用在这多交代了 咱们主要得说一下 这端康皇太妃 他是谁 熟悉近代史的人呢 都知道在清宫老照片里 经常会出现这么两位女性 一位是谁呀 细高条 勾勒着腰大长脸 刺着牙 您可别小瞧了 这位长着板砖脸的女士 这个女士啊 就是大清国的正宫 国母皇娘 叶和那拉 她有个小名啊 叫靖芬 慈禧太后的娘家侄女 光绪皇帝的正宫皇后 还有一位啊 这个胖目敦敦的 长着这个 跟小月月一样的烤囊脸的 身领不高啊 挺胖的身子 这就是今天咱们要说的 这位锦妃娘娘 这锦妃娘娘啊 是扎木库塔塔拉氏 塔塔拉呀 是满族的一个姓氏 这扎木库呢 说的是这只塔塔拉氏啊 出自哪里 就跟这个那拉氏一样啊 有这个挥发那拉氏 有这个乌拉那拉氏 和叶赫那拉氏 是一个意思 她是李不时郎长旭的闺女 爷爷呢 是敏哲总督御太 他们家呀 是二女同事一夫 和她一起进宫的 还有一个妹妹 这个妹妹老有名了 就是那个著名的 镇飞塔塔拉氏 可是您看到的 拍这些照片的时候 这镇飞也已然 被慈禧太后 闯到这个镇飞井里 溺死很多年了 咱们这个系列里呢 聊不到她 咱们也不忘伸了掰尺 要说这锦妃娘娘的命啊 这一辈子呀 哎 插强人意也不是很好 康熙十四年的十月 通过这个八旗选秀 这锦妃 镇飞 这前俩呀 都被留了牌子 留牌子的意思啊 就是哎 皇上家呀 已经看中你了 并且呢 在光绪十五年的正月 二十六日 这几两个呀 就以这个真贫和锦贫的身份 从这个本家粉子胡同 一直被抬进了宫里 入宫做了皇上的贫 说起来 这起步可是不低 一进宫就能做到主位 常看清宫戏的姑娘们都知道 这宫里它有个词啊 叫小主 什么样叫小主呢 哎 您想这贫 就叫做小主 这贫以下呀 什么答应才人贵人呢 这些还算不上主位 这锦贫娘娘啊 就住在了东六宫的永和宫 真贫娘娘呢 住在离得不远 东六宫的锦人宫 光绪二十年的正月初一 慈禧太后六十寿臣 又把这姐儿俩呀 在大庆里 进封到了飞位 有人说这命不是挺好的吗 哎 这能代表什么呀 这女人幸不幸福啊 她不在这儿 关键是啊 这爷们儿不喜欢她 光绪皇帝呀 只对真妃一个人好 对龙玉皇后啊 像什么这个锦贫娘娘 都是爱搭不理的 关键是这锦贫娘娘啊 她还比不了皇后 慈禧太后一瞪眼 好 你这光绪小皇帝呀 就得去她侄女那儿 住俩月 可是那锦贫不行啊 她没有后窜啊 所以啊她就只能在永和宫中啊 独守空房 有人说了 说书的这事是你编的吧 你看见了吗 哎 这事不用我编 这后代呢 自有史书记下来 这光绪皇帝住在哪啊 光绪皇帝呀 住在养心殿 养心殿呢 有东西两座配件 东边的呢 叫体顺堂 西边的叫燕喜堂 这光绪皇帝爱真妃啊 于是啊就把这个燕喜堂 收拾收拾啊 让真妃住 为的就是呢 这小两口子呀 见面方便 这慈禧太后听说了 立刻就叫人呢 把这个体顺堂收拾出来 让皇后娘娘 从这中岁宫啊 搬到了体顺堂 慈禧的态度很明确 其一呢 就是让这皇后啊 到这看着点 有这正宫国母皇后 在体顺堂坐镇呢 这小逆子真妃呀 也不至为太放肆 再者来呢 就是让这光绪皇帝呀 对媳妇们呀 也要雨露君瞻 哎 您倒是让您的侄女 雨露君瞻了 您没想想啊 这永和宫当中 还有一个受苦的 胖胖的锦妃娘娘呢 不是 要说这独守空房 也就罢了 夫妻关系不好 她也不是一个人的事 不是吗 可是这锦妃娘娘啊 还眼睁睁的看见 自己义奶同胞的亲妹妹 被慈禧太后 推到了真妃井里 溺死了 还得怀着悲痛的心情 跟着这慈禧太后光绪皇帝 一同逃难到西安 咱们头说锦妃娘娘和小皇帝 溺仪之间 这母子关系之前呀 铺垫这么多呀 那就是我想让您知道 这锦妃娘娘 在光绪活着的时候 这日子不好过 时光荏苒啊 岁月如梭 转眼间呀 就到了光绪 三十四年的十二月 就在这一个月里啊 这光绪皇帝 驾崩了 紧接着呢 那这慈禧皇太后也驾崩了 宣统皇帝登基之后 给锦妃娘娘升了一格 被禁封为啊 尖挑皇考锦贵妃 咱们上文书说了 为什么是尖挑啊 因为这个溥仪啊 不是过继给光绪皇帝一个人的 他先呢 过继给了同志皇帝 然后才尖挑光绪 要是这大清国呀 再晚亡个几十年 这宣统皇帝呀 算是忙到了 先得滴滴滴的呀 跑到这个清东陵的惠陵 去给这同志皇帝 这个爸爸上坟去 再滴滴滴的跑到义县呢 这个崇陵 给这光绪皇帝 这个爸爸再上坟去 要不然说这人呢 他有俩爸爸比较麻烦不是 说到这会儿啊 这锦妃虽然进封了一级 成为了锦贵妃 可她还不是这宣宗皇帝的妈妈呢 因为这大清国呀 她有组织有家法 那谁才能配得起是皇帝的妈妈呢 首先就是嫡母 这嫡母是什么人呀 这就是先皇帝的嫡皇后 可她宣统这儿啊 那就是人家龙玉皇太后 哎 那个叶和那拉竞芬 再这来呢 就是继皇后 也就是先皇帝的继后 这个没有 因为这光绪皇帝 也就一位皇后 就是这龙玉皇后 再往后说呢 就是这个皇帝的生母 这个当然有了 这宣统皇帝 她也不是十多份里蹦出来的 她亲妈呀 就是那个摄政王宰封的嫡妇晋 光尔嘉右蓝 可是这位呀 对这个宣统皇帝而言 她已然不是妈妈了 她是臣子的媳妇 在她的嘴里呀 只能称呼这位生母为摄政王福晋 因为这关系从这摆着呢 她的生母啊 并不是先皇帝的妃子 这宣统皇帝和光绪皇帝的关系呀 是过季子 按照这中国礼法 这过季以后啊 您呢 跟这个原生家庭 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见着她这个亲爹摄政王宰封之后啊 要不然呀 就叫五王爷 要不然呀 就叫五叔 总之啊 是不能叫阿玛 这紫禁城里 除了龙玉皇帝后以后 这光绪皇帝和同治皇帝的这些遗孀们 光绪皇帝的锦妃 还有就是这同治皇帝的遗孀 庄和敬义和荣惠 皇贵妃 这些位娘娘在法理上啊 都算不上是小皇帝的妈妈 可这事啊 就出在宣统三年以后 咱们都知道 到了宣统三年呀 这大清国完了 气疏尽了 中华民国来了 紧接着呀 就是清帝训位大总统上台 再转过哪来呀 这龙玉皇帝后也驾崩了 有人就问了 为什么这大清国都亡了 这皇太后死还叫驾崩呢 哎 这说不了讲不起啊 这可是中华民国许给人家清皇室的 您别忘了 这清朝皇室啊 甭管出于什么原因 可是自主逊位的 可不是您这革命党打到了北京城下 出于小心思是什么呀 咱们可以暂且不论 但是从大意上讲 少死多人呢 那也算是中华民国的和平建国不是 这逊为诏书上明明白白白写着呢 这中华民国呀可是没少许给人家皇家呀 优待政策和条件 首先一条啊 就是民国政府的承认溥仪是皇帝 哎 按外国君主礼来对待溥仪 并且呢可以住在紫禁城 所以说呢这怪事就来了 都依然是民国了 在这紫禁城仪里呀 还有皇上王爷妃子 还有小朝廷 您想去吧 这会儿啊 皇上可还有 管皇上的人可没了 这皇上要是成年了 是个顶门利户的大小子了 也还行 可是算起来呀 这会儿的皇上啊 还不到十岁呢 于是乎呢 中华民国大总统袁志凯呀 就下了一道大总统狱 要我说呀 这也是狗仙门帘子 多他一把手 这个大总统狱呀 是关于这个殉帝溥仪的教育问题 大总统狱里呀 明确指出 殉帝溥仪呀 应该由端康皇太妃 也就是光绪的锦妃 与同志的三个妃子 端克皇贵妃 荣惠皇贵妃 专和皇贵妃 一同教养 并且应以端康皇太妃为首 这一下子呀 袁世凯就给这个溥仪 找了四个妈妈看着 那么是什么原因 这袁的总统又单提出来 这锦妃娘娘 围着四妃之首呢 这件事 它也挺有意思 这里头 它有人情在呢 今儿天不早了 咱交代不清楚了 咱明儿再说 我那是天天挨智 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您要是喜欢我的频道啊 就请您关注 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啊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 唯一动力 得嘞 咱们明儿见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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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